今天早些时候,公牛与森林郎完成了一笔以巴特勒和拉文为主的交易,随着一些大鱼的尘埃落定,这也让一些志在引进大牌球星的球队感到了一阵阵的紧迫感。 看到如日中天的骑士在面对拥有F4的勇士仍显得毫无办法时,马次也下定决心在休赛期重组球队核心阵容。 目前,他们已经把球队防守三分汉将丹尼,格林摆上货架,而球队第二核心阿尔德里奇也无疑幸免地准备被低下贱卖。 值得一提的是,阿德在上个赛季就对马次对他的定位感到不满。 在马次的两个赛季,他的表现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 德分和篮板都为新秀赛季以来的新低,本赛季场均仅为17.3分7.3篮板,1.3助攻,显然有点水土不服。 而格林也是在2014-15赛季签下4年4000万后,表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。 上赛季场均竟可贡献7.3分3.3篮板,1.3助攻的数据,三分命中率仅37%。 要知道合同年时,场均可贡献11.7分4.2篮板2助攻,三分命中率高达41.8%。 目前,据ESPN报道,其实有意引进这位3D汉将,作为科瓦尔的替代者,像格林这样攻防全能的侧翼球员正是他们的目标。 而据悉,格林本人也有一家蒙着之长年的总决赛之师,联手联盟第一人继续冲击总冠军。 但球队的薪资空间是引进格林的一大问题。 为了得到他,骑士馆里曾恐不得不放弃总决赛表现不佳的湘波特。 对于手下汉将的这一做法,马次主帅波波维奇显然不满。 这让我极度不适用,我们这是给对手武器来消灭我们。波波维奇说道。